第59屆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主持人 Sandy 吴珊如 欢迎来到第59屆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 刚开场表演看到的OZONE帅气青春又有魅力 相信大家看出都有漏了乙母校 我不止乙母校 我还有生母校 人家OZONE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 我是从月子中心请假出来的 大家好 我是今晚为各位服务的主持人 Sandy 吴珊如 今年金钟奖的主题是朝向未来 衔接时代汲取上一代的智慧 创造下一代的可能 其实想一想 做节目和当妈妈蛮像的 做节目要发想 要录制 要剪接 要播出 欢喜做甘愿寿 当妈妈 孕育 等待 疼痛 辛苦 欢喜做甘愿怀 很享受 但是 受不下来 谢谢 在新生命诞生之前 所有的辛苦 艰难 无时不刻 都是为了迎接 期待中好好看的未来 英文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做节目和养孩子一样 都要靠全村的力量 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筋疲力竭 鞠躬尽瘁 今天 全村 都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到现场咯 每一件作品 都是一时之旋 请为自己的优秀 再次掌声鼓励 今年的入围名单 非常有趣 有人 节目一座做了11年 节目和主持人奖 一共入围了13次 向综艺大热门 啊 Hit 这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人 他生四个小孩 只有一个可以主持金钟奖 其实就是等于 除了那一个 其他都 啊 奥斗 有人睽違23年 再度入围了金钟奖 欢迎哈琳哥 凡入围就必得奖 来势熊熊 超猛的记录保持人 还有入行40年 会唱 会跳 又会演 首度入围的 彩华姐 彩华姐的好姐妹 今天也是要来找主主持人奖 戏剧 还有节目双入围的 苗可莉 可莉姐 水跟她灰啦 要死我 为了可莉姐 明天还要再参加我们戏剧金钟 彩华姐答应要帮她代班 明天的另外一份工作 请笔金尖 有够感动 今年的实境节目 其实也非常精彩 开店营业的啦 夜市摆摊的啦 带熊孩子的啦 骑车环岛的上山下海五花八门 最特别的是 实境节目主持人 今年的入围人数 已经正式破纪录 多达24位 这当中有棒球选手转战演艺圈 首次入围的郭洪志 郭哥 他把球从美国大联盟 投进金钟殿堂 有够厉害的啦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说真的 我们每一次看这些节目 都会想说 到底这要怎么选 那当然啦 每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 综艺 意志 或者是实境节目的主持人奖 都是死亡之足 今年总共有八百八十六件节目作品 报名参加 每一件都是过去这一年所有圈内人 含辛茹苦养大的宝贝 要从中精挑细选 做出艰难抉择 着实不易 请各位掌声感谢劳苦功高的评审团 我们欢迎评审团 其力接受大家的感谢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花时间 评选为我们做出选择 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来 额乐一下 我们非常努力的每一件作品 谢谢 请坐 好的 讲到这边 越讲越期待 越讲越兴奋 请各位注意 不管是现场所有的入围嘉宾 或者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在电视上 网络上 手机上观看的观众朋友 请注意 如果你心跳加速 冷汗直流 肢体僵硬 这都正常 请各位跟我一起 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拉梅姿呼吸法 预备 小孩要生出来了